賴女士在雙重國籍 在我們沒有見面之前 我就已經知道了 我們有把握在法令規定日期之前 完成一切的合法手續 首先我要說的是 郭董剛剛說了 在還沒有見面之前 他就知道我的狀況 然後我們在第一時間 就已經提出申請 那心情呢 心情是這樣 高潮疊起 那我相信經過這樣的訓練 我們一定會是一個 更有毅力的搭檔 謝謝你們 真的 我們 我們的心質會越來越靠近 謝謝 我跟賴佩霞女士 已經完成 中華民國 第16任總統 副總統 連署登記的程序 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日子 我們已經邁出 台灣政治新方向 新氣象的第一步 台灣的兩千三百萬人民 可望改變 我們承諾 將捷盡全力實現 台灣 和平 繁榮 青年的政府 我要感謝 我要感謝 佩霞 佩米 加入我們的 團隊 成為 我的副總統 競選 搭檔 特別感謝 我們年輕 充滿熱情的支持者 感謝你們 一起參與 建政台灣 政治新氣象的關鍵時刻 接下來 讓我們一起為台灣 打造一個更美好 更光明的未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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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關於這個 部署 這個雙雄國籍的部會 那您有什麼看法 要不要請他 有事也說一下 我先來說 我 最後一項 賴女士 在雙龍國籍 在我們沒有見面之前 我就已經知道了 我們有把握 在 法令 規定日期之前 完成 一切的 合法手續 是這回答的 我們在提醒一下 就是世界上一位聯署 那目前接下來 要怎麼啟動 那有些應該自首的編例 能夠達到 任何問題 我們 聯署的過程 也是一種 動員 實力的展現 目標 當然就是越多越好 那目前有特別想要 再拿幾個縣市 可能是會要怎麼出席 全台 我們都會廣泛的設立 聯署 聯署 聯署戰點 務必讓大家都能夠 順利方便 地完成聯署 而我們會完全依照 政府的法令規定辦理 總統已經是被看了 有準備一個小招 不是 我想這是一個 應該 很慎重的每一句話 我想 一切叫 合法合規 所以 我們應該 依照 一切的程序 來發言 那小小小姐 是不是真不搭檔 郭董參選 某到24小時 過去馬上被棋 你目前心情怎麼樣 會不會覺得說 演戲跟參選是兩回事 那麼目前放棄 美國國際手續 目前進行到什麼階段 你們剛剛 大家一起說話 這是一樣的問題 真正你每集的問題 你能不能親自來回答 還有對於 剛剛他所提到的 演戲跟參選的身份 有沒有一些衝突的身份 首先我要說的是 郭董剛剛說了 在還沒有見面之前 他就知道我的狀況 然後我們在第一時間 就已經提出申請 那心情呢 心情是這樣 高潮跌起 我相信 經過這樣的訓練 我們一定會是一個 更有毅力的搭檔 謝謝你們 真的 我們 我們的心直會越來越靠近 謝謝 那那個舞台劇取消的部分 這部分 因為完全有套空 可以說 今天劇場應該在登記的手續完成 郭老師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就先離開了 我們按個線 這樣 我說 今天 我希望我們 在這個場合 不要失交 你們所問的問題 我們都會有答案 因為細節太多 所以 不方便在這裡 佔用大家 太多的時間 謝謝 不好意思 非常緊張 這就很緊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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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回忆一下嗎 可以回覆一下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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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